男子站在电梯一脚拿出手机 还蹲低身子 要捕捉女子群体 女子发现闪光灯 回头一看吓了一跳 趁着电梯开门赶紧逃离 这名男子还假装没事 不慌不忙低头离开办公大楼 22日偷拍谢信男子 前路没人管控的上半大楼 尾随女上班逐进电梯 女子随后报案 警方待遇监视器 这名男子留着一头乱法 戴着口罩 车停远处 警方用以车罪人的方式 逮到男子 以妨害秘密罪移送 大楼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件发生 难免就是会 平心吊胆 觉得很可怕 这位女性大家会担心 赶快把那些手机拿来 删掉 你敢直接这样对她 做这个吗 这个动作吗 对啊 可能是危险啊 会危险吗 我觉得会偷拍的人 这种笨的人 男子锁定这栋上半大楼 管理员只有一位 专条上班女子 确定电梯内 只有一名女子时 才跟着路内 偷拍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忘了关闪光灯 一拍照 闪光灯一闪 女子察觉还尖叫 急着要让电梯打开门 两人在偷拍事件后 单独在电梯内的时间 约七秒 对女子来说相当煎熬 公告 告诉大家就对了 上班大楼在每个电梯内 都贴出谢信男子的照片 提醒上班族要小心 这名28岁男子已经被逮 警方发现他已经把偷拍的照片删掉 被害人在电梯内根本不敢转头看他 也因此无法指认 现在警方将谢信男子的手机 送往行大还原 再以电梯内的监视器作为证据 不让偷拍男逍遥法外 东森新闻在台南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